嗨各位我是陳 今年蘋果秋季發表會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環保跟碳中和 但是對我們這些普通消費者來說 真的不太care這種事情 不過蘋果是企業指標嘛 合理 但是對我們最大的影響 就是所有皮革的產品 全部停產 所以我們蘋果就很貼心的表示 不用緊張不用擔心 我們推出了新的材質來學大家 來取代皮革 所以今天就來開箱看看 蘋果新推出的 精細之紋保護殼 到底是什麼東西 長什麼樣子 還有有什麼特色 最後 他到底值不值得買 首先因為環保的關係 今年的盒子連封條都沒有 直接是用隱藏卡榫的方式 把抽大師的內盒跟外盒卡在一起 OK那現在就給大家看一下保護殼的樣子 這個是淺核色的外殼 那今年外殼呢 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他沒有任何的封條 他是用卡榫抽大師的方式 所以如果今天直接把他一拉開 這樣子 他就打開了 那裡面 這裡 有一個卡榫 在裡面 他是用卡榫的 卡扣的方式把他扣住 所以非常聰明 就完全不需要任何的 多餘的 環保材質 就可以把他固定住了 所以直接拉開就可以看到主角 Find Woman 精細指紋保護殼 一打開其實會發現 好像被騙了 Pro的淺核色保護殼 他的真實顏色 其實跟盒子的照片 或是官網的樣片比起來 深了一色截 而且不只是淺核色 15的太平洋藍 Pro Max的黑色 跟盒子照片對比 全部都有色片 OK那接下來就給大家看一下 實際的色片差別 到底有多大 那這個是淺核色的 看他的外觀 你會覺得可能 他是一個 奶茶色的感覺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拉開看一下 這樣對比就更明顯了 他其實顏色 非常的深 跟他的照片比起來 其實 落差我個人認為是蠻大的 至少跟我想像中 或是看官網的 上面照片比起來 真的是 深了一兩個 色階 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 各位看一下這什麼顏色 其實乍看之下 你會覺得他像藍色 但是 這個 才是這次的藍色 太平洋藍 所以光是盒子 我都覺得 真的有一種不老是深藍色 還是藍色的感覺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太平洋藍 太平洋藍一樣 你看 一打開 他的盒子跟 他的殼 實際比起來 殼也是深了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 他是不是光 打得比較亮 所以這一次 我就殼完全不行 尤其如果你單純只看 官網直接去盲測的話 完全不行 那黑色 光是盒子 我覺得他是有點偏深藍色 但是 你打開 他就是 真的就是黑色 所以 這個盒子 這次 今年 尤其買殼的時候 千千萬萬 不要光看盒子 或是 在網路上 就直接買 OK 所以三個對比一下 這樣顏色就看起來比較明顯一點 其實我覺得都比較偏深 連最淺的這個淺核色 我都覺得老實說 算蠻深的 所以 提供給大家參考囉 所以真心建議如果真的有想要買驚喜之文的人 一定要實際去摸摸看 才不會跟你預期的有太大的落差 那接下來看一下正面 他的蘋果標誌淡淡的 甚至某些角度我會覺得看不清楚 不過因為編織材質的關係 只要我把它換一個角度 中間的蘋果LOGO就會根據光線的反射角度不同 進而顯現出來 有一種 低調又不失質感的尊容感 但是在這邊要提醒大家 這個中間的蘋果LOGO 不是用什麼特殊編織法 來達到反光的效果 我覺得是用模具 重壓 達成的感覺 手指摸過去 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這塊區域是凹下去的 所以 我就手劍用指甲輕輕的這樣 誒 畫一痕 沒有錯 我也輕鬆的達到跟蘋果一樣的反射效果 然後 這個痕跡就變永遠的痕跡了 剪片剪到這邊還是覺得很不開心 真的還是要再講一下 大家看一下喔 你看這個 它雖然是用重壓形成的嘛 但是你看這個 我只是用指甲輕輕掛一下 你看 這個痕跡 兩天了 到這邊 還是沒有消掉 有沒有看到 這個 它這個反光 其實根本就跟這個中間的蘋果LOGO一樣嘛 而且我原本只是這樣 一小條這樣畫過去 這樣輕輕壓一下而已 我原本想說 用指甲這樣平了 去這樣吐吐的 應該就沒事了吧 沒有 越吐越粗 我傻眼 新的耶 真的是 你看 這種 痕跡 超傻眼 傻爆眼 好吧 特別再錄一下 你看 這樣子 就這樣 全新的 輕輕用指甲刮一下而已 傻眼 這個 這邊 OK 就這樣 而且如果仔細看一下 框的邊緣 其實就可以看到 早就已經有一些壓痕了 重點是我連iPhone都沒有裝過 所以對比其他比較平順的邊緣 真的是 格外的刺眼 那接下來講一下觸感 我覺得它摸起來 蠻像絲襪的 確實真的很精細很細緻 而且內外都是一樣的材質 都是 精細織紋 所以 跟之前的原廠皮革的 絨毛內襯相比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不知道是另類的環保 還是另類的省錢 不過在邊框的部分 不得不說 手感真的好很多 以往的皮革保護殼 一開始用會比較滑 但是精細織紋的保護殼邊框 它用的是有點類似橡膠的材質 而且如果你仔細看 還可以看到 蘋果特地把它的表面 處理的跟精細織紋 一樣的紋路 這一點真的要給蘋果鼓鼓掌 它的音量鍵 電源鍵 還是維持一樣的精細做工 這次Pro系列的靜音鍵 改成 自定義的動作按鈕 所以保護殼也從原本的挖空 改成跟其他按鍵一樣的 金屬按鍵 底部的開孔細節 也是很俐落 一點都沒有廉價的感覺 相機的開孔也是有特別做突出 所以如果你iPhone 裝了殼放在桌上 就不會直接掛到鏡頭 那外觀細節講完了 就來講一下他到底 耐不耐用 那首先呢 光是剛剛前面提到的 用 指甲簡單刮一下 就留下痕跡 其實我就對 精細滋紋的耐用程度 直接 喪失信心啊 而且原本 只是一條 一條而已喔 指甲痕 我原本還想說能不能刮一刮 把它弄平 結果一弄 就越刮越大條 我真的傻眼到爆 除此之外因為它是布的材質 如果碰到水 你就等它乾 那就還好 但是如果去吃咖哩 那店員的桌子沒有擦乾淨 哇你放上去 直接就變成一個 咖哩混色的 精細滋紋 好 所以 最後 這個精細滋紋的新材質 到底值不值得買 說真的如果你看到這邊 你的心理還沒有底的話 那你真的是對蘋果極度有愛啊 我自己覺得 1890元的價格 完全不推薦買 它既沒有皮革的溫潤手感 耐用程度我個人也覺得 完全不行 你用一個殼 吃壽司狼放在桌子上 還要怕沾到醬油 你吃炭佐馬蹄放在旁邊 你烤過的時候還怕它被油噴到 那與其這樣擔心東擔心西 我覺得還不如去買 其他的保護殼 真的不要這麼m 它唯一的優點就是 它邊框的手感 跟按鍵的做工 真的是非常的精細 但是如果你追求的是 原廠皮革保護殼的替代品 那很抱歉 它會讓你大失所望 好 那這一集呢 就簡單分享一下 蘋果新出的 精細指紋保護殼的 一些想法 如果這一集對你有幫助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 我是陳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健康 博 磅 財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